歡迎收看全民風車吧 大家好 我是怡辰 雖然今天我手上拿著行路 但是今天並不是要試車 而是要回答大家一個 我覺得很有趣的問題 在去年的時候 我就常常被大家問 怡辰 該怎麼樣才能當一個試車手呢 這是一個很好玩的問題 但我想很多人對這一行很有興趣 今天我就來教大家 怎麼當一個試車手 從做影片開始 其實最困難的就是 你要先有器材 第一個 你要有腳架 你要有攝影機的機身 你要買鏡頭 可能要分不同的焦段 然後你要有麥 有的機型 還要有提龍 還要有滑軌 還要有包包 可能還要有防潮箱等等 所以這個部分 會花你最多時間 最多金錢 那我們就從器材開始吧 你看 我就說吧 器材 架器材是最累的 好險 現在手機科技非常的發達 所以呢 以前成就的器材 都可以丟掉啦 你還在用那些很沉重 而且很昂貴的器材嗎 其實現在不用了 你只要換一台Sony的Xperia XZ 你就可以完成試駕 我不是在亂講 我是真的做過這件事情 而且呢 大家有興趣去翻我的試駕 我現在來拍一個畫面喔 這個腳架 你買大概幾千塊而已 手機呢 大家都有智慧型手機 好 拍起來 這樣噴過來 各位可以看一下畫面 在光源充足的地方 其實它畫質是很棒的 好 器材搞定了之後 你看其實到現在都還沒有花多少錢 重點 接下來就要講試駕囉 一開始你就要先設定好 你想要試駕什麼車 好 這一本行路呢 是上一次我們用了這台手機拍的 叫Mazda的CX-9 然後呢 你在試駕的前一天 你就要在家做好功課 不管是看國外的網站也好 國內的網站也好 你要收集很齊全的資訊 充分的了解這一台車 你一定要做足你的功課 然後呢 到了現場 你一定要跟它要一份行路 為什麼要叫行路呢 你至少要翻一下 它裡面表達了什麼 有沒有什麼你漏掉的科技 或者很重要你漏掉的 好 翻得差不多之後 到了現場 牽到車之後 這個就是重點了 你就要繞著CX-9 開始看它的外觀 各位還記得嗎 我們一開始都會講售價 那售價這個資料本裡面都會有 你就會看它的外觀 然後呢 跟自己的想像 跟現場看到的這些 完全的結合在一起 變成你的意見 接下來 你就可以跟你的手機 一起拍一支試駕影片 我們現在先來看一下外觀 實際怎麼應用 包含畫面 都是用這一台手機拍出來的 請看 好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它整個的車頭造型設計 這樣的車頭 我相信各位 並不會太過陌生 因為包含他們自己家族的 像Mazda 2啊 Mazda 3啊 或者是Mazda 6 甚至Wagon CX-5等等 都可以看到這樣的 車頭造型設計 燈具的部分 前後燈具 不管哪一個款式 用上的幾乎全部都是LED的燈具 只有在入門款式 它少了LED的日行燈 其他都是LED的 包含它這個頭燈 也是用上全LED的智慧型頭燈 包含它有防眩的功能啊 例如你開遠燈 對向來車的時候 它會自動幫你切換光源 或者是遠光燈模式 它可以拉長 拉得更長它的距離 這些都是很實用的配備 好 各位剛剛看到的呢 就是介紹外觀的部分 就是我呢 加上這台手機的應用 那整個看起來的感受上面 你會覺得它的色彩很漂亮 很鮮豔 其實因為它用了獨特的晶片處理 所以你好像如臨現場一樣 那個色彩 那其實很簡單 之後介紹完了外觀之後 一樣你就會用手機拍 然後接下來呢 要拍內裝的時候 一樣把這個打開 一樣會有一個內裝的部分 檢視一下 你到底有沒有漏了哪些東西 你前一天做的功課 是不是非常的充足 那看完了介紹之後呢 再把它的規格分級表拿出來 看一下什麼等級有什麼配備 什麼等級沒有什麼配備 幫大家整理清楚 理清楚之後 你就可以開始錄了 然後再把這個呢 搬到 這好輕喔 真的好輕喔 搬到車門旁邊 好了架好 坐上車 5 4 3 2 你就可以開始當你的內裝的車品了 我們來看一下實際的應用 CX-9的內裝 基本上呢 它的鋪陳 你也會覺得還滿眼熟的 但是呢 也是隨著CX-9 它的車格比較大 所以很多東西呢 它的比例都被放大 但是很多呢 我想都是大家的老朋友 例如MZD 整個操作的介面呢 包含方向盤的造型等等 你都會覺得 其實架式起來還滿熟悉的 在整個內裝的鋪陳上面 軟質的塑膠 一些皮革啊 或者拉法斯紋的類金屬飾板 鍍鉻飾條 黑色的鋼琴烤漆飾板等等 整個高級的感受 它是有營造出來的 而且我覺得它整個組裝的質感 還不錯 這些都是 我覺得它很迷人的地方 那整個在配備 整體來說 不管你買的是入門的 甚至是旗艦的 我覺得它在配備上面 尤其是內裝 並不會差的特別的多 那整個座椅 我覺得這張座椅 它其實還挺大張的 那它是比較強調舒適性的 但是同時呢 你可以感受到 它很好的支撐感 不管是在大腿 甚至我最喜歡的是 它的腰部 它在腰部的支撐表現 尤其是你長途駕駛的時候 這個腰部的支撐 就會顯得相差非常的多 這個座椅還滿好做的 前方 三幅式的方向盤 造型也是很熟悉的 左手邊 右手邊 都提供了很多的快捷鍵 甚至用了一些鍍鉻飾條 來做一點裝點 右手邊就是MRCC 就是旗艦款式它才會有的 如果你買的是入門款式的話 就是普通的定速系統 只要是電速這個功能 全車系都有 MRCC的話 只有在旗艦款式上看得到 這一點要特別注意一下 好 各位剛剛看的呢 是外觀跟內裝的部分 我覺得這個部分是最初學者 最容易上手 最簡單的部分 那我覺得最難的就是接下來要講的 就是試駕心得的分享 這個部分其實滿複雜的 它要 你要有一個很深厚的底子 你要對機械有了解 你要對科技有了解 那你在前一天的 當然你也要夠用功 那當然啦 你這個行路上面 你一樣一定要再次的確認 有沒有什麼是你漏掉的 例如這邊有一些的科技 很多的文章啊 很多你上網去找的功課 其實你是找不到的 那你有沒有漏掉 如果有的話 充分的把它理解消化之後 想一個簡單的方式 分享給大家 然後呢 在拍之前 你要充分的去試駕它 不管是你要 先去開高速公路啊 先去開山路啊 先去開市區 很多人看到了 我們只有在山路跑來跑去 其實你要花很多的時間 在不同的地方 試完了之後 再把心得融會貫通 整理完之後 再分享給大家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來看一下 實際的運用是怎麼樣 今天試駕的車款是Mazda的CX-9 那它搭載的是 一具2.5升直立的四缸的 汽油渦輪增壓引擎 最大馬力是230匹 最大扭力是42.8公斤米 搭配的變速箱 是6速的手自排變速箱 那麼以上呢 是這台車的規格啊 那我想這個部分 就有很多可以跟各位分享的地方 例如這具引擎非常的特別喔 它是第一具SKY-ACTIVE汽油引擎呢 搭載了渦輪增壓 以往我們看到的汽油引擎 都是自然進氣的 但是首次呢 CX-9亮相了渦輪增壓引擎 2.5升的喔 當然在這具引擎上面呢 我們也可以看到一些 類似的引擎科技 好 簡單講起來喔 這個渦輪廢氣法就是這樣 如果你再聽不懂的話 我再舉個例給你聽喔 各位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你現在右手拿著一個風車 你會怎麼吹它 你要怎麼吹動它 你一定是嘟起嘴巴吹它嘛 沒有人會想要吹風車的時候是這樣 吼 吼 為什麼 很簡單 當你嘟起嘴巴的時候 把你的空氣的通道縮到最小 這個時候你可以用最少的排氣量 用最少的氣體去吹動這個風車 好 各位剛剛看到的呢 就是在試駕心得分享的 實際的應用部分 我覺得這個部分是最難的 如果你真的想要當試車手的話 我覺得這個部分也是需要你 花最多時間練習 也是我個人花最多時間的 我並不是只在錄影前 我花的那個時間 而是花了好幾年的時間 去累積這樣的經驗 然後呢 包含了它的馬力啊 很容易的一些數據啊 還有一些主被動安全配備啊 其實你不要對這些東西很熟悉 然後你講話起來呢 才會流暢 對鏡頭呢 也要不害怕 所以你才能成就一個很 很完美的一個試駕啦 如果你對這些有興趣的話 你都可以試看看 那剛剛為什麼我們要拍一些 車輛這樣跑來跑去的畫面 目的呢 其實很簡單 就是我在講解的時候 可以放一些車輛在跑的畫面 可以讓大家了解一下 這輛車跑起來大概是什麼樣的動態 而且看起來呢 也比較不會無聊 那在車內呢 我講的時候 就把手機架在前面 然後交叉使用 就會有一個很好的效果 我現在教各位的喔 是在試駕的時候 該準備什麼一機 你該怎麼拍攝這些 如果你想當的話 你都應該要了解 那各位剛剛也沒有發現 在拍這個車輛 在跑來跑去的時候 你會發現 哇 這個車拍得很漂亮 它幾乎沒有彩影 因為Xperia XD它有一個 預測追焦的動態功能 所以開起來會有彩影很流暢的 最重要的是 為什麼你要買這隻手機 因為它有五軸的防手震 五軸防手震架在車上的時候 你在講試駕 它才不會因為路面不平 它就這樣一直跳動 變成活動的線下了 所以它的五軸防手震呢 你看 開起來很穩很穩很穩 而且那一天其實很晚 開起來呢 它的光也夠 但是我覺得很多人會說 我最近收到很多留言 大家就說 醫生不要再用手機拍了 當然今天我們是一個特別的企劃 但是我覺得 像這隻手機啊 它剛出的時候 旗艦機嘛 可能兩萬多塊 那之後可能一萬多塊 快兩萬塊 可是我們這一組 各位看到這個機子 我們正在拍的這個機子 買下了二三十萬 所以大概有十幾倍的價差 所以你這樣做比較的話 我覺得對手機來講是不太公平的 但是如果你想要成為一個入門出街的試車手 你想要踏入這一行 你有興趣的話 記住我剛剛教你的所有的步驟 然後呢 從手機 用手機開始練習 其實你就會有一個很好的作品產生 那如果各位還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 我再找機會再回答給大家好嗎 我是怡辰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敵拳敵拳 索尼找我們作業配耶 不要不要不要 大品牌耶 不要 知名度高耶 不用 兄弟們都要慕有飯吃魚了 我告訴你 你真的拿槍抵著我 我也不作業配 自從用了Sony手機之後 我考試都考100分了 呵呵 所以前面提到的 開起來如靈現場 而且還有預設追加動態功能 還有五個防手震 就這樣的是 它還有防水功能喔 好馬上示範給大家看看 功能好多 說得好累喔